CBA的常规赛继续进行 广东队大战吉林队 最终 广东队以116比99击败吉林队 数据方面 吉林队的李安 18分5篮板2抢断 崔敬明17分4篮板2抢断 江宇星17分4篮板3助攻 琼斯10分7助攻2抢断2盖茂 广东队的一剑连 25分16篮板3盖茂1助攻 任俊飞23分5篮板2助攻 威姆斯14分15助攻7篮板 对广东队来说 多人都是发挥出色的 意见连也是找到比赛的感觉与状态的 这才是良好的局面 比赛之前 很多人知道 赵瑞离开了赛区 可能有个人的事物需要处理 对任何人来说 都会有一些私事 那么在这样的时候请假 也是很正常的 对赵瑞来说 应该就属于这样的情况 在这样的现实下 胡明轩站出来了 全场比赛 胡明轩出站36分钟 投篮12中时 3分6中5 砍下27分4篮板 4助攻2抢断的数据 这样的胡明轩 的确很厉害 或者说 这才是最好的胡明轩 也是球迷们希望看到的 胡明轩 第二阶段到来之后 他个人的状态 的确恢复了很多 之前 胡明轩状态不佳 也是因为生病的影响 那时候对胡明轩来说 因为有生病 所以晚上睡不着 所以精神状态不好 所以个人的状态也不好 最终 他也是无缘进入到国家队的名单里面 但是呢 从此前奥运会 落选赛的比赛来看 我们也知道 胡明轩是很有冲击力的一名运动员 他也是很有实力的一名运动员 这样的运动员 有自己的价值 也有自己的能量 只可惜 因为生病的原因 他发挥一般 这样的比赛 与胡明轩对标的人 叫江伟泽 这样的比赛 江伟泽出战37分钟 投篮18中9 3分9中6 砍下24分 三篮板6助攻一抢断的数据 这样的江伟泽 发挥同样很出色 也因为这样 有球迷直言 这样的江伟泽 也是化身为酷里了 这样的分析 有一定的道理 事实上 若是江伟泽算是化身为酷里的话 那么对胡明轩来说 他也是化身为酷里了 同样的 这样的两人 都是很年轻的运动员 对江伟泽来说 他的打法有点韩式 然后呢 三分也很准 同样的 江伟泽也超级年轻 出生于2000年的他 如今也才21岁 对胡明轩来说 出生于1998年的他 同样才23岁 这样的两人 都是很年轻的运动员 但在这样的比赛里面 两人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所以呢 作为球迷 对于这样的一幕 同样是很关心的 毕竟 年轻球员的发展成长 决定着中国南篮的未来 眼下的中国南篮 处于一个低谷期 未来的中国南篮 需要不断的进步 才能让球迷们得到更多的安慰 这些 都是自然之理 江伟泽24分 胡明轩27分 年轻球员这样打 中国南篮才有未来 可以肯定的说 看到年轻球员们 打出自己的斗志与士气 打出自己的水平与能力 那才是令人羡慕 令人开心的一件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